嗨 大家好 上個禮拜 我們整理的那顆蒸泊已經整理完了 如果有興趣的 沒事的 無聊的 可以再點進去再看一下 然後我們今天要整理的 另外一顆 也是要去 滑風展展覽的蒸泊 然後我們今天介紹的是 我們在 餐展前 我們要做的事情 現在就是我們的師傅 把一些比較茂密的層次 把它分開來 但是我們不會把它說分得太開 剛剛好就好 不然會很像那個縫隙會很大 看起來不是那麼好看 然後將一些沒有陽光的 或者是向下的 不夠營養不夠健康的之夜 把它修剪掉 然後如果說有一些 太過於 橫粗的 我們把它修剪 短一點 把它的輪廓 拔出來 其實我們園區 有相當多的征服 可以參加展覽 就是說 這一棵樹 我們沒有送過去 滑風展幫忙過 所以這一次我們挑選這一棵 因為其實你看這一棵 這一棵來講 這一棵樹也是 樹頭有夠大的 然後你看這些設立的部分 你看這些 都要多大塊的樹 還有多久的時間 才有辦法這樣做 所以我們挑選這一棵去展覽 像這一棵樹已經 把它刷過整理過了 到時候我們的盆子的表面 會重新的去整理過 然後這些草啊 就會把它收掉 然後會把它鋪 吃魚土 石頭 青苔 都可以 然後這個盆子的部分 因為這個是水泥盆 我們可能就是簡單的 擦一擦 刷一刷 把那些水垢 刷掉 讓它 漂漂亮亮的 去展覽 跟大家見面 你看它這裡像一大塊 是一個大的園 然後它現在就是要把那些園 分開 把它層次 重新找出來 我覺得樹木也不要過頭的修剪 因為你過頭的抑制它 其實它也不會那麼健康 所以一般 我們也是會故意 一段時間 不要修剪 讓它去成長 讓它去衝 然後我們再控制它 這樣會比較健康一點 不然你一直控制它 其實它 長不出去 緊湯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